129 因为是在 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 院长的 幼稚园 被法院判决 那這個拆除呢 這個案子我們也提起了最高法院上訴 但是法院卻讓這個重劃會用擔保金800多萬來申請假執行 那我們必須要負擔2500萬的反擔保金才能夠停止這個假執行 法院已經發了這個強制執行的命令到幼稚園來 那今天就是他所訂的所謂執行拆除的這個日期 如果政府還是繼續要這樣掩蓋下去 跟財團配合來下面這所學校 我一定跟這所學校同生死共存亡 各位媒體剛剛有聽到了 有看到了 問我怎麼跟學校共存亡 很簡單 就這樣子躺下來 如果巴土基要拆這所學校 先把我壓成粉身碎骨 我覺得這次第置辦總化 這被宣告大法官實現739號宣告違憲的這個辦法沒有任何的正當性來強拆這個幼兒園 那我後來找資料的時候仔細的去看過他們的一個所謂的一個會員大會 唯一開過一次的會員大會 實際去開會的人只有兩百多個人 我們的所有權人有兩千多個人 一個兩百多個人投票 然後贊成的比例是一個五六十percent的一個比例 然後選出來的一個理事會 一個十三個人 然後來決定兩千多個人的一個土地財產要怎麼分配 我覺得這是沒有代表性 而且不具公平性的 我看他們兩個好像沒有這樣 其實對台灣的法律 台灣土地的情緒 我不知道自己 製辦從我還是不是土地的情緒 但是我今天看他們在台北 我看到新聞之後我比較了解 台灣這幾年來 最多賺錢的是什麼 就是收這些浴室、土地、中央 他們可以很多賺錢 讓我們這個背景不知道要怎麼去找法律 我不知道要怎麼對政府來說 我的土地賺錢、我的房子賺錢 但是我覺得這個世間 將來不應該 我們國家政府在教育 將來不應該教我們 我們賺錢的時候要怎麼說 我問客賺錢 我是貴錢 因為我不會 我只是拚敗的 都不知道 我只好ério 我也是東氣 謝謝 關alk 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